有個聽眾朋友們給我們留言說 她家的茉莉花呢 不知道為什麼 開了好多好可愛的這個小小的花苞喔 但花苞奇怪耶 怎麼都不會開花 而且都一個一個的掉下來死掉了喔 那她想問說 到底什麼原因呢 茉莉花的花苞 它在陽光下面 該曬的太陽也曬了 該焦的焦水也都有焦 為什麼茉莉花苞 只有花苞不開花就會掉下來 就凋零了呢 怎麼回事呢 茉莉花呢為大家找到我們的園藝達人花哥喔 有請花博士又幫我們解答一下這個花苞的問題 茉莉花 茉莉花 我想茉莉花在台灣或在中國大陸中南部都有 我台灣長大小時候家裡都是茉莉花種很多 所以常常在美國這麼多年來都會回想到小時候 搬往時經過這個院子 我家剛好日本式房子有種茉莉花 桂花這種一陣清香撲鼻非常好 那當然來到美國的華人朋友們 可能你會懷念也可以種 其實在美國種茉莉花不難 但是這位親生朋友講說哎呦我種了也看到花苞了好高興 但是沒有開花就卸了 那我們就是要研究一下是不是種的環境 或者是它的條件不夠好 我馬上可以想到說任何花不只是茉莉花 如果希望它開花 它有了花苞結果就不給你開花 花苞慢慢長大結果就枯萎了 那我馬上可以想到的 應該就是說本身的條件不好 或者是水分過多過少 然後養分因為我們講開花 尤其花哥我常常在電台上講果樹 果樹跟種花 其實植物比較需要的是臨迴要多一點 所以說臨迴要適當它才會開花 才會給你生花苞 然後不太夠的話它就給你生了花苞 就不夠力給你打開來 那基本上可以這樣的解讀 那當然南加州很多人喜歡種植花 尤其花有時候很怕夏天的大太陽 所以茉莉花這種花 基本上我們也不要把它放在 西曬的地方太陽太強的地方 我想半日照可能在南加州 會比較適合茉莉花 那在室內可能陽光比較不夠 如果用種在室內的話 種在盆子裡面 那可能要有時候移到外面接受點陽光 那我想各位聽眾朋友 你的問題就試試看 如果你沒有紙種花沒有四肥的話 那就要去買點含鈴 蛋鈴甲這NPK 鈴就中間那個數字高一點的肥料 化學肥料沒有關係 因為茉莉花我們比較沒有在使用 當然有些人在做茉莉花茶 但是我想沒有關係 你買任何肥料都可以用 鈴肥會比較適當的 這個鈴肥這個東西一定要去買肥料嗎 我們家裡有沒有一些其他的成分加進去 他就有鈴啊 如果說雞蛋殼這些 有鈴可能有 但是這些都是馬上的 你不是說雞蛋今天我們早上炒個蛋 下午把蛋殼拿到 丟到花盆裡面馬上變成肥料 可能要一年兩年 所以沒有那麼快 所以還是肥料 蛋殼這種東西我都會留下來 把它打碎 有的人還用攪拌機 裹刺機打碎 很認真的做 那我是比較偷懶 我就把它打碎 然後埋在我的堆回去裡面 讓它慢慢的一年兩年後 那蛋殼就融化 就變成不錯的肥料 但是零肥買得到 買得到比較方便 快速可以讓它吸收 因為我看到我隔壁鄰居呢 它是買那種小小的魚你知道 然後買一個真正生的活魚 不是活魚啦 就是這種魚生的魚 它埋在花下面 然後他說這樣子 是給花這個肥料給它養分 那這個的話要等它吸收消化 也是要很長一段時間嘛 是不是 很多釣 買活魚我是不知道 很多釣魚的朋友 不是說去釣魚回來 那個有人不吃魚頭 內臟也不吃 零啊那個零去掉那些 都可以做肥料 那有隻魚不小心壞掉 還怎麼樣 整隻魚也可以埋在果樹下面 那其實我們不敢說是馬上有效 但是我想兩三個月以後 那個魚都是腐爛的蠻快的 那它就變成很棒的肥料 很多人就是釣魚的人 他就有家裡有某幾棵果樹 種的特別好 就是他常常把魚肚埋在那裡 那記得要用石頭啦 用什麼壓住 不然有些動物啦 貓啦會來挖掘 哎呦 還長驅 然後有一些小蟲跑出來 所以要埋深一點 埋深一點的話就比較不會有這些問題 OK哇真的是 要給這個植物好好的養好的話 真的環保也是要注意重視一下 謝謝